好,今天就和大家講意大利對葡萄牙的歐洲國家聯賽賽後平 今天很明顯見到的就是意大利中場中的球員級數和連結能力 都是比葡萄牙那邊的球員好 所以葡萄牙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拿不到控球權 被迫要收縮防守區域 但是葡萄牙前面三個進攻點裡 這兩個斯華和安祖斯華的速度都不高 根本是打不到反擊的 如果這班球員已經是葡萄牙最好的進攻球員的話 葡萄牙的教練就需要想一想辦法 不可以再收縮到後面等 他們一定要想辦法拿回控球權 否則沒有反擊就會九手必失 而避免九手必失的方法就是讓白蘭道斯華進入中路 幫忙去中場中連結 增加中場中的級數和連結能力 再拿走一個不夠級數的中場中球員 再另外用一個右邊的進攻點來拉邊 變成4231或者433 這樣做就是加強控球能力 但是葡萄牙就不太能做到 上半場都是陷於苦戰 相反意大利拿到控球權來說 都可以恭喜一下他們 最近來說這場球 都算是控制大局控制得最好的那場來的 做到很多第一時間的連結 都很好看 這個當然就是因為 這個是佐真奴和華拉提的級數很好 這個教練文仙尼 都終於叫做肯用對方的人 出了可以做伴主角的恩仙尼 又可以做拉邊的基艾沙陸業 所以他們合作到 猜測一下都是正常的 不過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意大利 竟然是逼不到葡萄牙九手必失的 就算你看到意大利拆得很不錯 很漂亮 很快也好 第一時間也好 但是都是不會拆倒入禁區裏面的 就是不會說 就是入到禁區 禁區也不用說 你說落底線也很難的 很大的理由就是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教練文仙尼 是要推左左後位 這個是比拿基上去站死的 變了一個左中場的模樣 這樣就變成了 這個就被拿基沒有了 後上插入 overlap 做這個是 雜位球員的這個動作 跌瓦式動作 沒有了這個功能 然後 由於這個左後位 就太過上了 結果搞到右後位 這個科倫斯 就不夠膽怎樣上了 搞到左右後位 都沒有了overlap的功能 這個就沒有了落底線的方法 那文仙尼 可能以為這樣的話 叫多些人上去站死 就會多些進攻球員幫手 但其實這樣的想法是愚蠢的 也是愚蠢的決定 這個就是左後位 上了去站死 站了就是 就是這個恩涉尼的位置 變成了 搞到恩涉尼 就沒有得首先拉左邊 再內切入做半主角 要不停留在中間那裏做主角 但是恩涉尼 是半主角球員來的 並不是主角球員 你這樣叫他站 所以就令恩涉尼的實力減低了 也就是令到長期在右邊的基亞沙沒有供應 恩涉尼進去中間供應不到基亞沙 一定要內切入 拉空了對手 拉扯了對手 才可以拉空到右邊的基亞沙 另外 今天的中場球員18號仔 這個就是 巴利拿 巴利拿 太早就站了上去 沒有了後上插入點 你說巴利拿上了去 站死拉右邊 幫手可以嗎 答案是大可不必 因為那個位其實都已經有基亞沙 根本就不用他 他是應該要專注一點 去做中路的後上插入 不要那麼快站在上高 這個44分鐘的例子 如果他這一下是後上插入的話 他就會幫到 這個恩涉尼 但是這一下 就太早站了上去 變了背龍門 那你叫中場中的球員 上去背龍門做支點 是不是很搞笑 你為什麼不叫前鋒去做這個動作 這個工作呢 雖然今天的正選前鋒 一幕比你 就不懂得做支點 但是解決的方法就是跟換前鋒 而不是 叫中場中上去做支點 因為這樣做是資源錯配 所以 你見到這個文仙尼 叫球員太過早 就上去站死的決定 就會搞到這個 意大利是入不了球的原因 就算意大利由這個 三至四十馬的區域 真是猜了第一時間的連結 好漂亮好月目都好 一去到禁區頂 大家站死 都是無以為計 沒有人可以從後插入 始終 是沒有突破力的 只有全場48分鐘 那天試過做過 唯一一次 最有用的插入 就是這個 左後衛的 比拿基拉左邊 無波走位插入去禁區裏邊 接應就是這個華拉提的直線 禁區裏邊地波全中 都算是做得不錯的 這個是 基礙沙差少少把握到的了 不過 都是要做多幾次才行 全場一次半次 沒用的 沒理由想著一次半次就搞定吧 但是意大利 意大利 還有很少有機會插入 很少供應到的 但是人家曼城 超級主攻的時候 左中右一共 有四個主要插入點 就算說到上一季 曼城只是主攻 都有三個主要插入點 和兩個輔助的後上插入點 所以計算一下 意大利今天 是不夠插入點的 必須要重新思考 千萬不要 玩這個結構 搞到很少主要插入點 和亦都沒有了 輔助後上插入點 正常來說 因蝕尼 一定要首先拉左邊 讓他 在還未做半主角 內切入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 叫做主要的 左邊插入點 跟著 這個左後衛的 比拿基 就不要上去 站死 讓他可以 後上插入 做輔助的 後上插入點 亦都 這個 這個就是左後衛的話 如果不是 永遠上去 右後衛的 科倫斯 亦都不需要 那麼擔心 不需要留在後面 可以多些放膽 成為另一邊的 輔助後上插入點 那你計算一下 你變成了 就發現 有左邊的是 欣善尼 右邊的基階沙 主要插入點 跟著還有 兩個後上 輔助插入點 怎麼都比 今天這樣打 這樣 才可以 令到意大利 有多一點 能夠產生到 機會 進入禁區的次數 還有入球機會的嘛 那麼這裏都希望 那麼多位聽眾 可以幫小弟 把握多些 進入廣告的機會 只要 click個廣告 彈到進去 入到廣告視窗 彈到出來 那就很幫到手了 這樣 就可以令到 小弟有少少的收入 可以 有一個 尊嚴地 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堅持 每天 為大家 出到片的 那麼這裏大家 有些兄弟 有些小兄弟 是需要考試的 希望那些大兄弟 不用考試 幫下這些小兄弟 做這些 click廣告 按廣告 賺廣告 播廣告的動作 一直保持著 channel健康 才可以繼續堅持 做下去 那麼小弟在這裏 感激不盡 如果大家 經意做了事 按了廣告 就不需要再聽下去 不過小弟都需要 照顧身體聽眾 如果 你發現電腦裏面 沒有廣告 相信就是你部電腦那裏 裝了一個 blog app的程式 檔廣告程式 只要你認識了 這個程式的話 你會發現 電腦片的裏面有 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 也有廣告 那麼大家 只要click下去 就能幫到手 彈到廣告視窗 就可以了 手機那裏 就是片的下面 有固定的廣告字眼 地方 大家按下去 也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 還是電腦 Youtube 都會時不時 在片的最前 或者是 最右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了 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裏面找廣告連結 例如電腦的廣告連結 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廣告連結 廣告片由上角 我們明天再見 應該就是講英格蘭對克羅利亞的蔡侯平 拜拜